一言薛家燕、薛凯奇等1月7日在香港西贡拍摄TVB贺年节目《行春开运王》 薛家燕只听说今年旺幕,她笑称和薛凯奇也会很旺 所以特意邀请了对方当嘉宾沾一下薛凯奇的旺气 而说到桃花运,薛凯奇就表示作为艺人,人缘好重要 但爱情的话,有一个好男人就足够了 另一旁的薛家燕马上笑说自己有很多桃花 那家燕姐,你不怕男友吃醋吗? 话说今年有没有再结婚的打算呢? 我结婚?哎呀,这个是 我还是跟别人一样啦,我们要专业 还没找到 谁人 谁人啊,谁人啊,还年轻嘛 对对对 我男朋友很多 我也不晓得 其实我们做医员的就是桃花运 很好,就是观众很多嘛 蛮高兴的 就总让我们的心不要多 我们要好好的 专业一点 专业一点那就更好 另外,虽然薛家燕不着急自己的婚事 去年儿子娶了媳妇 今年会不会也催女儿快点成家呢? 喜上天喜,岂不是会更旺? 那多年来自成单身的薛凯西 你一直都表示想找个好男人 但是现在是不是还没遇到呢? 不如让交友满天下的嘉燕姐 介绍一个优秀的男生给你吧 你留给你女儿好了 我怕我怕不够分 对,我自己努力去找 对对 她很有条件啊 就求她 比养娜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只是她就是也把失业放在地位 其实不是 不是啊 原来不是 原来她还是在找的 因为呢 和野还有和园的人 不是很容易找到的 对对对 对吧 我觉得找到一个又专一 然后又细心 然后孝炫 孝炫 然后有责任感的男人已经很难 但我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人 那所以我觉得 我对我的婚姻是完全不担心的 对 魔方全媒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